外国势力干预他国政治事件可能再听一宗 这次受害国是即将在10月举行国会选举的加拿大 加拿大外交部长弗里兰警告 外国势力很可能干涉来临的选举 破坏加拿大民主制度 但它没有指名道姓是哪一国势力 八国首脑分会星期五在法国迪纳尔进行 其中外国干涉和网络防御的课题 是会议的其中一个议程 弗里兰在会议表示 加拿大政府认为 已经有外国势力进行恶意举动 破坏国家的民主制度 至于在场的英国外交大臣亨特则抨击 俄罗斯经常采取积极有计划的干预 西方国家的民主进程 造成分歧和混乱 其中美国通俄门事件和俄罗斯利用黑客 攻击英国和德国国会都是最好的证明 因此他和弗里兰倡议捍卫媒体自由 并讨论威慑战略 让那些干涉民主进程的势力付出代价 对我来说